为了让公所同仁对性别平等有了解 更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免于性骚扰 今天石门区公所就邀请每次开讲都座无虚席的讲师开课 要让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了解更多性骚扰防治的技巧 性别平等意识抬头 各地与机关也都在倡导性贫的观念 为了让公所同仁对于性别平等有了解 更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免于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 今天石门区公所邀请每次来开讲都座无虚席的讲师过来讲课 要让同仁们在轻松的气氛中了解更多性骚扰防治的技巧 性骚扰哦 性骚扰事件不用去法院告哦 那老师不用去法院告要去哪里告 而且它不叫告术它叫申诉 不是去法院告还是去申诉 要去哪里申诉呢 去行为人的所属单位 那现在这个性别跟身体意识都抬头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 那个担任很多机关的这个性命小组委员的李立惠老师 来帮我们当讲座 那进行以主题就是拒绝与狼共舞 为主题的课程的一个性骚扰防治课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民众可以了解说我们在同性或者是异性相处之间哪一些动作可能会逾越的这个相处的一个规范 所以造成大家的不舒服可能构成了性骚扰 俐落的短发犀利的课程内容幽默风趣的风格 每次李立会讲师来到公所开讲都是听众满满 另外性骚扰的防治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的专利 男性也要来听课 就是希望透过双方性别彼此的互相尊重 让性别平等的观念升至于行 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在相处上哪一些动作是要注意的 哪一些动作是你要防范的 避免它变本加厉 我们透过这堂课程希望让大家对这个性骚扰有更多的认识 还有能提升这个性骚扰防治的能力 区长也相当鼓励不只是工作同仁 甚至是开放给社区民众要一起来关注性骚扰防治的议题 透过讲师风趣的铺陈讲述 让听众去了解如何不去成为加害人 也不要成为被害者 让性骚扰防治的观念扎根 也让公所的工作环境更加的性别平等 无障碍 记者拉拼函时门采访报道